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些传说都找不到任何事实的根据 让我们就有观光客的心态来参观鬼屋吧 古屋给人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错综复杂攀附在墙上的树根 一直到屋顶后开枝善叶 真的是太漂亮了 刘家胡措是一个山洞三层楼的并洞楼房 房子建好之后因为孩子在市区念书 住在此处不方便 刘太太便带着孩子住在嘉义市区上 只剩下刘先生及几个佣人守着这栋新房子 过了三年 刘先生也搬到市区 房子就空下来一直没人住 而房子空着又没人整理 又加上许多的传说 就让这里蒙上了鬼影 大门的上方有一幅牌匾 上面写着兄弟和乐 查文献记载 在兄弟和乐的上方还有一幅牌匾 上面写着以名圣德 但是应该年久坍塌了 其实我们只要以敬畏的心情来看待这里 以审美的观念来欣赏这里 这个地方还挺漂亮的呢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的话 欢迎来走走哦 鬼屋咖啡厅 未宰民雄鬼屋 留家座旁 门口一株黄槐树正盛开着 花瓣缓缓飘落到地面 真是美丽啊 门口的衣服对联形容的真是恰当啊 墙上的画作真是栩栩如神 楊锦华眼的民雄鬼屋 好像很好看 庭园旁的装置艺术 墙上还画了许多可爱的鬼 这边的鬼 这边的鬼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整把你沒洗手 你有我的心配 這裡也是寵物友善餐廳 好吃嗎? 好吃! 問店員說 曲名熊鬼屋要注意什麼 他給了我一個驚人的答案 答案就是 文字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喔 讚、分享喔 小燒 小燒 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